現在有個孩子的問題 因為我孩子小孩子在上海工作 後續她走進家庭以後 這一些費用我不敢說 到底是多少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那一部分認定是你的婚前的財產 你是想保證女兒那一部分的 不受到過多的干預 對 那我女兒怎麼辦 我女兒什麼都沒有 我女兒我不是說要你婚前的財產 是我們分後的所創造的利潤 起碼我不是說給我女兒 你要給我姥姥一個保障 你把這前面的所有的東西 包括我們現在的利潤 全部歸根結底 是說是你女兒的 我的養老保障在哪地方 我也跟她說過 我會把我們倆養老的費用 我會留下來的 就現在這個鄭先生的處理 在孩子的問題上面 會讓你有擔心嗎 肯定擔心 她覺得發費 每年節假日全世界自由 這是一筆很大的開支 是吧 發妝品 從桌子上面擺到桌子下面 那都是國外的品牌 一瓶都好幾百 那麼多瓶 她的開支是很大很大的 我女兒呢 我女兒一瓶牛奶都捨不得喝 我每一個月給她1200的生活費 1200在外面生活 能買什麼 出來吃飯 還能買什麼 我和你在一起過日子 你的收入你把抓得很緊 我女兒怎麼辦 我心裡很難過的 是吧 同樣是我們在一個家裡生活 為什麼我女兒過的是那種日子呢 你不就是說我的工作低了嗎 你的收入也有我的一份呀 你為什麼是把分得那麼清楚呢 她講的這個 我小孩子花費那麼大 部分是40 她的小孩這個她也是40 但是她這個小孩現在的原因造成的 我也可以明明白講 我女兒花的 可以講花的不是我的錢 她母親的錢 她女兒為什麼沒有錢花 她的這個不定資產在這個地方 剛才所有的談論我的財產的問題 據我了解 她的財產其中有一個美麵房 在她們前期離婚的時候 她們有些結果全部給小孩子的 今後都說生活等等開支費用 現在小孩子需要用錢的時候 沒有錢沒有現金流吧 她這人說你講我怎麼去解釋呢 那房子在那個地方賣都賣不掉 我左手就拉出來 賣不掉也好 因為小孩子上學不是今天才能上 對吧 你總有一個提前量我安排 他現在需要用錢可以預見到的 如果像臨時一樣要沒有錢 可以理解 都說今後出來工作結婚什麼的 都可能需要花錢 這時候你作為父母 應該在這個提前肯定要一所 每一個父母都會做會考慮 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的意思是你的女兒應該花的 也應該是你和你的前夫 要去創造的這個價值 對 我前夫他也知道的 我們那份十年了 他從來沒給我一分錢的生活費 他像人間蒸發的一樣 我女兒都找不到他 我女兒也就沒有收費 他留下來能結實一套房產 房產經驗的房子你也知道 我們需要真是 根本都不好賣的 所以你希望鄭先生怎麼做在這個問題上 公平一點 只是講我們之間的收入 你給一點給我 我讓我女兒生活也寬裕一點 你有一個明確的數字嗎 我所提出來的就是說 把家庭的開支 你給一部分給我 沈女士認為自己並非是 基於鄭先生前妻的那部分財產 而是簡單地希望鄭先生 能夠拿出他在婚後的部分收入 來提高自己女兒的生活品質 因為當初丈夫在追求她的時候 就專門針對這個方面做出過表態 他說對待我的女兒 像對待他的女兒一樣做到公平 如果哪一方條件差一點 哪一方多給一點 他是這麼說的 我說這句話 他前面有一個前幾個環境的基礎上 這個裡面他的理解意思是 我給女兒我一百萬 他女兒要我給一百萬 我當時的理解是 我這財產是一百萬 給我女兒假設的話 他有婚前跟他女兒的這些財產 如果講七十萬不足的部分 你要三十萬我來出 都是可以的 這個三十萬我們是相對兩個 我現在我不敢說我全部做好了 我就說內心我做到了 但是為什麼會引發這些問題 我跟他後部那是生疏的一點 他在心裡這一塊 不平衡 女兒的地理這一塊 我幫你拿來 我帶我去那一塊 我會把這塊我拿來 你拿來